黑色轿车在路口左转 警察加速靠右挡在前方 当街拦下人车 一旁据人警力到场 蜂拥而上 将近20人快速跑过马路 围捕嫌犯车辆 急忙打开后座拉出被害人 原来他疑似有投资纠纷 被人强压上车 被害人声称在疫情期间 曾经跟汽车行的老板借了20万元 不过陆续都已经还完了 但是现在对方却要求 他要再还6万元的利息 事发在新北市戏指 警方调查日前被害人从上班的按摩店 到了计创行后又被载回按摩店里 被逼迫拿钱还债 但计创行业者澄清 根本没卤人 这事件就是我们投资他的按摩店 不是借贷的关系 然后来讲的话 他是他没给我们红利而已 他原本他是说他过去跟他谈 不知道他怎么会把人带过来 上行业者说穿白色商业的被害人 被载到店里后 一群人还有说有笑 看不出来有遭到任何胁迫 业者表示去年投资按摩店 之前每个月都拿到红利 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没红利 对方陆续还本金 但两名朋友 疑似帮忙打抱不平 所讨极欠的红利 事后两名嫌犯全被逮捕 除了涉嫌妨害自由 也被以重力罪来法办 有没有罪 后续交给法院评断 TV本新闻黄建国 吴欣燕家曼新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